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吴世江 今天我们谈谈这个锅草剂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网友跟我讲 锅草剂就是说比较老了 用了十多年了 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拉绳 拉到一半的时候它就卡住了 也回不来了 在半空当中回不来了 对 然后呢 经常在上面指径的挑几下也有可能回来了 有的时候呢 要前后呢 要反复 折腾就得敲 还会敲了 敲很长时间 也有可能回来 也有可能很困难 或者再拉 使很多变呢 它终于回来 所以这个拉绳变得很困难 也就是说这个拉绳被卡住 或者说被粘住了 锅草剂在这个盖子里面 这样打了这个一定的这个润化油 放进去以后呢 也不管用 所以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拉绳盖打开 这个是一个套筒板手 我这个上面的三个楼梯呢 是8毫米的 好了 大家看我们三个楼梯呢 都从这三个地方都拿出来了 我们把它搬开的话 当我们这个拉动这个绳的时候 你看出来这个转动在哪里 这里面在转动 所以当你从外面 这个伸进来想润化的时候 这个只递到这个前面 前面那很困难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盖子打开 是说检查这个绳有没有被缠坐 甚至把整个的绳拿出来换过 我们前面呢 有一期视频是专门介绍 如何更换这个拉绳 但它尽管用这个WD40的 这个好像是润滑万斤油一样 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那么就在上面盘一下 好了我们这样手 这样轻轻地在适当地拉 拉几下 好了 那我们适当地再盘一下 一般这样呢 就是说 它的 扎的手 它已经应该隐蔽 非常的顺利 这是飞轮 飞轮的上面呢 我们 也最好 好 你如果家里面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润滑油呢 家具具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说 是有关这个 火花塞 旧的 怀疑这个 功能不行 那么换成新的 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呢 能够启动 有的时候就不能启动 这个呢 就是说 有可能是接触问题 那么哪个东西在这个 火花塞的这个地方 哪个东西把它顶好 是否呢 启动会好一些 过段时间呢 又不行了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 火花塞 头打开 对吧 就这样一个东西 我把这个镜头 拉近一点 那么就是 这个是火花塞的尾巴 那么 我们这个 打火的这个电路呢 它是通过这个 连接的 如果这个接触不好呢 它里面是没办法打火的 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做一种临时的 嗯 简单的简直办法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来个铝箔 这种铝箔呢 就是我们厨房里面 通常用的铝箔 铝箔呢 比较软 容易这个 成型 第二个就是说 铝箔呢 它的导电性 非常好 它是非常好的导体 撕一点点铝箔下来 一小块就够了 不要太多 从这个地方 在口子上 放进去 我们再这样 插进去 插进去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 火花塞的尾巴 或这个 导线的这个 插头的顶端 这个导线之间 它时间长了 也就是说 它那个距离 有一个缝隙 所以用铝箔把它 插 这个填满 这样的时候 它就变得很大 甚至可能会破掉 这样的情况 插进去了 接触也有一定的困难 或者这个都露在外面 大家怎么办呢 就是说 可以 这种临时的解决办法 就是我们可以 利用这样的这个 胶带 面胶带 这样撕一下 胶带出来 但我这儿是用的 黄的胶带 这样贴上去 不太好看 大家可以去找 这个黑的胶带 这样贴上去 这样在这个表面 这样缠一圈 这个裂壳的话 这样缠一圈 大概 这样就解决了 这就是解决 构草级火花塞 这个接触不良的问题的 简单的 临时的解决办法 大家如果要 永远的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把这个 插头线上的 这个标的这个型号 拿下来 就是把这个盖子打下 把这个插线 拿下来 拿到麦菇草的地方 重新买一个 好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下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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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